党官媒高调直播移除监控摄影机的过程 代表从这一刻开始 国际原子能总署再也无法得知 伊朗核设施 葛鲁里卖什么药 伊朗当局炮声隆隆 批判IAEA鸡蛋里挑骨头 才会出此下策 让IAEA署长急得跳脚 尽管伊朗方面振振有词 声称他们的反制措施合情合理 不过专家分析 伊朗担心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曹尼谴责动议 即将过关 才会先下手为强 尽管35个IAEA会员国中 有30国投下赞成票 但这个国家 却跟主流民意畅反调 美方作为伊核危机的始作用者 理应彻底纠正错误 积极回应伊方合理关切 由于伊朗方面一旦片面宣布终止合作 代表2015年开始进行的谈判 化为乌有 对中东区域和平的威胁加剧 伊朗官方却把核武当筹码 对美国狮子大开口 尽管国际原子能总署 还在尽最后努力 希望伊朗回心转意 不要与西方世界作对 但以伊朗向来不按牌理出牌的风格 能不能力挽狂澜 恐怕不打乐观 三立新闻这种报道